拜登在9月18號接受CBS節目 60分鐘16分鐘電視採訪 有一環節內容談到大家最愛的美國對台承諾議題 首先表示美國很久以前已經做出了承諾 包含還有一種政策也算在內 台灣會就獨立自己做出判斷 但美國並未鼓勵台灣獨立 這是他們的決定 接著主持人追問了美軍是否會出兵協防台灣 拜登果斷地回答 會如果遭受前所未見的攻擊 主持人再三確認是否代表這會與俄羅斯如今無可難不同 如果中國的青台美軍等男男女女將會保護台灣 拜登再次回答說 對 這套老人家上任以來至少第四次公開表態 幫啊 哪次不幫了 從阿富汗撤軍到中方成功試射極音速飛彈 每當眼看國際要超賽時就會老掉重彈 回答的方式也都幾乎差不多 然後白宮裡面的人都會再出來善後說 我們的對台政策不變 節目上的QA我相信都是有經過刻意安排的嗎? 主要是針對中共在8月初封鎖台灣周邊海域的軍演 會說動武的目的是要真的能治干戈啊 不然美國如果兩線作戰那真的會毛不過來 然後其實拜登心想 可不可以全年都已經問過的問題都不要問 哈囉大家好我是mian 歡迎收看現代旗幟 一個講政治軍事被電話害怕的那個男人 此系列打算用政治不正確的風格 來講述晉級的對台軍售一世 會不會有美軍來一台助戰 真的是萬年的柔一體 感覺很多人超兇看到啊 像是戰錘裡面的Space Marine啊 或最後一戰的斯巴達 那類高中白人來歸桃內 凱瑞一波很神格化的景象 老百姓呢這樣想我覺得OK 還怕的是在上位者也是那麼食骨不化 那就完蛋了 天助自助者 我覺得真的不用幻想說 美軍會boost on the ground 全面派兵 因為國際政治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 最完美的情況即是死別人家的小孩 然後一邊又可以讓中國元氣大傷 怎麼做呢 以往都是賣武器嘛 但最近有點挑三解四 自2017年以來 美國政府已經批准了總價值超過18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前總統川普執政時期所完成的 而在拜登的領導下 以往的交易過程接連出現交付延宕的問題 紐約時報的New York Times 引述美台官員的報導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以烏克蘭為禁 敦促台灣別採購傳統固定形式作戰武器 應該改買另一桌標有不對稱作戰的商品 來助擊退中國海上入侵 因此買不到MH60R反潛直升機 我國防部是改口說太貴嘛 兩年前陸軍本意採購40輛M109A6新式自走炮 依據原計畫 美國政府應在明年交付我手一八輛 但目前國防部向立法院部分立委說明是披露 我方接獲美國務員通知英烏2戰爭影響 無法對台供應新型的EU工林自走炮 要不然全案壓制2028年後咧 但美方基本上的意思是 明示暗示你人不懂嗎 不要就是NO 最後全案你撤銷並將預算依規定繳回國庫 沒有直升機自走炮皆是今年5月發生的事了 明顯華盛頓和台北之間對於武器的需求存在分歧 有點像是你一直在約女方出門 但是對方朝不領情 我們還要積極去碰壁嗎 還是聽勸真的去找下一個適合你的人 在台灣民主社會中兩種聲音的人肯定都有 許多現役和退將認為台灣國防部及其武裝力量過於守舊 不願意從巫二戰場中繼續教訓 這我相信也是普遍現在看影片的人有差不多的想法 上個月的金門無人機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官方的反應真的 喔血液詢文不好耶 像是常上節目的空軍退役總將 接受關注美國國會的新聞報CQRocal的採訪表示 倘若是遇到解放軍大局來襲 台灣能向烏克蘭人抵禦外武的機率甚小 即便是美國在未來幾年間積極對於本島防衛下裝 我們的總統給予華盛頓當局一個錯誤的想像 我們還沒準備好 尤其是在士氣方面 我是滿感謝有人願意點出問題 但每次好像都沒有提解決辦法就走出會議室了 我都是退役後才有話說我就暗自心想 如果規矩你都知道那為何不在任內錯 感覺我這樣會得罪喬多人的人 某些安全專家會覺得華府當局多年來 一直過度謹慎和傲慢 試圖想告訴我們的對中政策是什麼 特別是在沒有答應解放軍犯台 你具體會有什麼動作的前提下 某方面美國會一直調整採購清單的順序 原因是他們普遍認為解放軍攻台的時間點會提前至2027年 你的國防政策要大翻修 如果告訴你只有5年的時間可以準備 接續閱讀文章發現 我們真的有蠻多大方向和美國相抵觸 剛剛上述的那間雜誌接觸到了一些台灣國防分析人士 他們認為儘管烏克蘭軍隊使用無人機 輕型反坦克和個人防空武器等不對稱戰術 取得了超屌的績效 以小波大彎德俄羅斯常規部隊團團轉 但是過度改變自己的安全戰略方針是不明智的 政府籌資的國家安全研究中心認為 我們依舊需要像戰機這種大型物件 升空攔截像衝撞灰色地帶的共機 一種安危民心的方式 並且有效嚇阻對岸想建立起的新常態 美方怎麼跟你說 我沒有那麼同意你的看法 2019年的川普政府批准的81美元 66架F16V戰機大單 如今因為烏爾戰爭 導致本土國防量能有點緊繃 目前還是顯示出貨中 所以蔡政府其實有點擔心 而他會像上面許多訂單一樣遭駁回 其實買大買小我覺得雙方都有其道理 但美國卻又是世界上唯一會冒著觸犯中國底線 和你買賣軍火的國家 所以現在尷尬的是 你有錢也不一定買到貨 老闆不賣 也令我好奇說 美國是真的也在幫另一場仗 所以物流看似吃緊嗎 從最近以來越多網路上流出的影片 可以察覺到 烏軍的莫名輕型載具和人員裝備 幾乎都和北援會員國沒兩樣 成了名副其實的美解師 美國華盛頓的智庫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9月16號的一份文章標題寫到 美方會不會沒武器可送了 前提說 雖然兵器庫不會因為支援烏二戰爭而被完全掏空 但的確很多國內庫存只有達到演訓和戰略制定的最低標 而這個願意剩多少的數值呢 也間接帶指了美國願意為你承擔多少風險 像是我做影片避免開天窗一樣 肯定會留好幾部庫存 不包含房東面具第二集 文章有貼心底列出目前提供到烏國的武器清單 他們的所屬廠商在生產線的狀況 依給烏國的數量和自己庫存剩多少 像是105榴彈炮給了20組和總計14萬發彈藥 兩者一個同款包都被判定生產量無法及時補位 彈藥部門還有各式小口徑子彈抖了超過2600多萬發 幹真的和我記帳一樣月底整合才發現華那麼兇 如果大家暫停的研讀一下 會發現蠻多和我們國軍的採購清單有重疊 熱門商品由賈小姐JAVELIN 由雷神和洛克希的馬丁公司出品 已經寄給物軍8500多份 目前生產線持續運作 但是庫存有限 不過近期8月19號的基伏斗內清單中 依舊能見到它的身影 原本每年可以生產1000組 而目前國防單位也正在找簡單的方法 可能要花上幾年才能將其恢復至遠庫存量 聽起來很緊張對吧 因為標槍飛彈也是國軍必更新的武器庫之一 然後8月底台灣陸軍參謀在發布會上表示 其訂單已經進入生產和交付階段 該項目正在按計劃實施 呃是難得在這一集會聽透的話 所以如果在戰場上有實際效果 我相信美方還是會想辦法去籌資源的 前面說不買自走炮喔 那在巫二戰場中 屢屢建工的HIMAS多冠火箭車 屬於去年國防預算書的 遠程精準火力打擊項目 然後今年的版本總預算翻倍 希望能從原本的11套升格到29套 陸軍戰術區域飛彈增值84枚 和套用在此系統的精準火箭864枚 HIMAS發射車載台在美軍家裡是挺有450輛 給了基輔16枚 該車體原本預計於2021年停產 但是現在又要陸續簽約復工了 彈藥種類除了前者射程可達300多公里的 64枚MGM-140陸軍戰術區域飛彈外 另外增購的20枚則是射程達500公里的精確打擊飛彈 目的是希望能殺傷甚至癱瘓登陸部隊的機械 這些都不太可能進群烏東 而軍也明確跟你說了 會打到我境內的武器那就是底線 後面800多枚則是一般射程70公里的M30 M31火箭彈 能與現役的雷霆2000系統形成遠中近的打擊效果 美軍在自己家的庫存有25000到30000發 年成只大約是5000枚左右 如果比照刺針和標槍飛彈的氣勢瘦哈1%的話 那也就大概抓8000至1萬發左右 運抵烏克蘭國門預計可以用上好幾個月 目前看起來雖然車車和彈彈 皆由於無二戰場重疊 但基本上沒有意外的話 對台的那一份皆可準時在2025年交付 所以什麼無二戰爭要先支援輸贏啊或訂單車不出來 其實都是婉拒的方式在叫你錢要花在刀口上 Liar 民主黨參議員羅伯特·梅南德子和共和黨的林賽·葛瑞姆 都是挺台派 他們從6月即開始推《台灣政策法》 在近期很少台灣新聞版面 但外媒可能忙著哀悼女王 所以關注比較少 而且八字還沒有一撇嘛 整個送審的過程超繁瑣 現在只有通過外交委員會 之後還要再經過參議院全院會投票 下一關是送至眾議院 兩方抽合到不知道更新之地幾版後 最後才會成上至總統 費盡千辛萬苦啊 你還得壓線在明年舊的眾參議院改選前搞出來才可能成案 這一次好不容易通過 中間已經延期兩次了 最主要是白宮擔心 如果速速通過 這對中方的挑釁意味過於濃厚 應該是繼1979年《台灣關係法》後的最大調整 政治方面有助於提升台灣主權 今天的主題國防軍事上也有沾邊嘛 像是原先出售的防禦性武器 更改成有助於威政侵略的利器 同時更指明五角大廈需要為台灣軍隊建立起一個綜合培訓計畫 重點是要與美軍奪結出的意思 甚至包括全面性的軍演 聽有我們的漢光 如果美軍來現場独戰應該會直接吐血等我 只是很多原本的好意 都可能在逐條送神的過程中被縮水 的確在最新外交委員會通過的版本中 原定將駐美促更名改為建議性質 同時也移除了賦予台灣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的條文 有趣的是政治上有點慫了 但是軍事援助可不手軟 原定四年四百多億美金的對台軍售 反倒升格成五年六百五十億 先前五年內相繼給出的無償軍事融資加碼二十一億美元 大戰略方針的整體防衛構想和不對稱戰力 兩名詞反倒被拿掉了 是鑑於八月針對台灣國防需求的小組討論 講到有關乎不對稱作戰武器 台灣和華盛頓反而越變越火 所以參議院外交關係的高級官員 為了議程能順利推進就乾脆直接刪掉該用字 所以我覺得從最近台灣政策法至修訂版 可以秀出美國對台的政策是蠻明確的 政治方面依舊希望達到之前制衡兩岸的雙邊嚇阻 今天的阻止軍事上給武器依舊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只是對於該買什麼有分歧 我方好像搞錯了戰略模糊的使用時機 沒有啦 這大概就是美方對台軍售案的五四三雜坦 很多時候台灣想要ONE的東西 美國認為你不需要NEEDS FOR AUTO的歡樂時刻 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每次到五天一定會上新影片 所以都歡迎按訂閱和開啟那個小鈴鐺 我們還有一個披贈抖內平台 感謝160位觀眾朋友的支持讓我持續大聲 最近頻道周邊的實體已經在那邊公佈了 何時開賣可能還要再等等 對於今天的影片內容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前一禮拜留言我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真的都會看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